連航空中心 什麼時候通知你 他們沒有通知 我們透過關係 看到明天的限度 明天的限度是全天取消 附近航空報的櫃台 地勤人員茫然不知所措 臨時得知隔天22號 飛機航班全線停飛 你們今天要加班了 辛苦了 這次大概怎麼辦 那你們之前有傳出 你們要倒了嗎 附近地勤人員一問三不知 就連搭乘新航的旅客 也只能慶幸 搬機時間買得剛剛好 明天要上班所以要回去 對 所以如果晚了一天 明天搭就 就對 就買的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人家傳信息來才知道 說搭了木搬機會嚇一跳 明天就要回去了 那你們這邊是買哪一家 都現場買不一定 所以還不用搬機機號 1951年創立的復興航空 是全台第一間民營航空 32年後 轉賣由水泥起家的 國產實業集團接手改組 到了2001年 上任復興航空董事長的 范志強大動作 接連退租飛機買飛機 替虧損達60億元的復興航空 準結售身 但新航財務似乎沒跟著好轉 今年3月甚至出售 復興空除全部股份 會有這樣的局面 恐怕都是受到 接二連三的空難影響 2014年的澎湖空難 造成49人死亡 14人受傷 還波及地面上11棟民宅受損 想不到短短不到一年 又發生了基隆河空難 兩起空難理賠金 就花了將近12億元 不僅被空難理賠金壓得喘不過氣 今年前三季還大虧22億元 加上第四季進入淡季 恐怕也無法讓營運好轉 在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下 也因此跟著傳出轉手傳聞 記者黃家瑋 謝偉宜 台北報導